我们先导入素材 最后慢慢读取这些文件 把素材放在桌面上 讯量也比较快一些 因为我的电脑比较慢 所以它读起来比较慢一些 总共这个文件夹有 48、28张照片 全部是RAW格式的 之前也有用JPG格式做过 JPG格式要用LineRom 把它转成DNG文件 然后再导入到LRT这个软件里 这样就要多一道程序 后来我就全部拍摄RAW格式的照片 好了,现在全部导入了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是设置关键帧 设置关键帧的话 这些点越多 那么针对我们的过度和各方面调整 就越平滑 一般会设置到10个点左右 那么我们现在保存 保存关键帧的原数据文档 把它拖到LineRom里 把它全部导入 正在读起文件 做这个延时视频 就是用LineRom和LRT这两个软件 互相导过来导过去的用 现在我们已经把照片文档 已经全部导到LineRom里面 现在我们选择这个LRT这个 第二个软件 这个选项就是显示刚才关键帧的照片 总共有9个关键帧 我们先打开第一个调整 做点白平衡的调整 正比度加强一下 高光减少一下 我们把阴影加亮一下 清晰度加强一下 具物可以加一点 把阴影加强一下 暗部吸一吸 我们用曲线 调整一下图 然后把亮部区域 这样暗一点 再把暗部区域 再调暗一点 然后这种夕阳的感觉就出来了 调整一下HSL 摄像拔合度的亮度 我们再调整一下 把氛围再加强一下 蓝色和橙色 两个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中间调整 然后偏上一点 橙 暗部区域 让它偏点蓝 锐化稍微加强一点 噪点要清除一些噪点 因为暗部信息的一些噪点 刚刚是提亮了 提亮了之后 很容易产生噪点 我们把这个噪点 把它进行减弱一些 这些噪点 然后基本上就调整完一个大致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再用这个 这个渐变滤镜再调整一下 它的信息里面会自带有这么四个 这上面两个是管上部分 下面两个是管下部分 就位置不要太去过多的去移动 只是在这条线上 原线上去动就行 这样子移动就最好不要去动了 蓝调子再加强一下 对比度加强一下 降一点点阴影 高光可以加强一点 清晰度加强一点 可以了 下半部分这个滤镜我们也调整一下 加强一下下半部分的色调 毕竟是晚霞 阴影再提亮一点 高光提亮一点 我们完成了这步骤之后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参数的粘贴 自动同步 把它同步一下 既然我们是选在这里 我们平时今天做批量批图的话 是用直接选这个同步就OK了 当我们在做延时摄影的照片调整的时候 是用了这一个步骤 直接点这个就OK了 你看这个图已经同步了这些 我们再继续 一步一步操作 当然最后这个网霞它整个霞光 它整个落下去之后 它的霞光是会放 就自然界中我们看到的 它也会放得很宽广 但是它的一个色调偏的话 有点偏离得太紫了 我们稍微降一点 这个曲线也可以调整一下 因为它背景已经很暗了 这两张的过度 可能过度的有点太大了 它调也太大了 让它过度的能够更自然一点 第八张图的话 我们在这张图上也在做一个大致的调整 因为到晚上已经有点暗了 暗部区域再减暗一点 暗部区域也稍微压一点 我再检查一下 它的明暗关系过度基本上OK了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图库 全选之后我们把它的原数据 进行一个存储 将原数据存储到文件 点击确认就OK了 我们回到LRT这个软件 我们重新加载 我们刚刚在LineZone里面做的一些原数据 把它全部加载进来 按照自动过滤 好了,现在让它进行一个 读取和渲染 一个可视化的预览 它自己会慢慢地在读取 Oh my God 忘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索尼ZV1拍的原始照片 它导进来就是有问题 到这一步就很缓慢地进行一个计算 试过好几次就是这样子 然后琢磨了一下 我就在LineZone里面 把这个文件进行一个转换 好,我们现在倒回LineZone里面去 就遇到这种情况 却不下去 我就干脆把ROGOS文件把它转成DNG文件 好,我们全部调整完了 我们把它全部导出 导出成 不好意思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是没有选择这个文件的文件夹 点一下它之后 导出 导出为DNG DNG文件叫P量导出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文件夹 还是选择在桌面上 然后进行导出 好,等它慢慢导出了 好了,现在渲染完了 打开LORT软件 重新再进行导入 现在我们打开它 打开LORT软件夹 读器出来的是 我们刚才进行处理过的这么一个文件 OK,我们继续像刚才一样 添加关键帧 保存 让它到LORT软件里 因为快天黑了 快天黑了 这张也稍微调一下 音音也把它调暗一点 这张也稍微调一点 太阳落山之后 慢慢慢慢变暗的 这么一个关系在这 完成了这个操作之后 我们保存 我们保存一下 它的这个元素去覆盖一下 之前操作的这些 之前有把这个元素去 存储到文件里面去 我们打开LORT 重新加转 然后自动过滤一下 然后进行一个可视化的预览 让它继续 一张图一张图的进行去调节 它会进行优化 我们看到这条紫色的这条线 这条线它会一直慢慢计算 我们就不用管它 在这里我们就让它进行快捷 好了 它已经计算完之后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我们可视化去散的话 我们一般把它拉到最高 这些都默认值就OK了 然后应用 它会重新计算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过程也是在等 好了 现在完成了这个 可视化去散的这么一个操作过程 我们再到LORT这个软件里面去 把一些元素去再把它调进来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文件全部打开 选选之后点击原数据 从文件中读取原数据 选择 读取 那么就正在读取这个原数据了 这个原数据就是刚才LORT里面 进行计算过的一个数据 完成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点 右键进行导出了 就导出成4K UHD 导出 正准备导出 现在也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它自己就进行一个计算 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那就让这个电脑自己慢慢进行计算 现在LORT软件已经导完 LORT软件里面它就会跳出这么一个界面出来 都选择了一个默认 然后就直接点击渲染 LORT软件现在就开始进行渲染我们的延时视频 这又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当然这个时间稍微会短一些 好了它现在完成之后 它就会跳出一个文件夹出来 然后我们预览一下这个文件 最后看看成品 今天我们的延时摄影制作过程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宽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